HELLO 大家好,今天回到這個Pokemon Let's Go 今次將會教大家這一集如何鎖性格 歷代的Pokemon來說鎖性格也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可以控制著精靈的能力值,即是性格 可以說是控制著它的能力,所以就很有用 那這一代是如何做到鎖性格呢? 其實就不是很難的,進來了 首先就來到玉熊市 玉熊市在哪裡都會展示給大家看 玉熊市其實就是在金黃市旁邊的玉熊市 就是草藝道館的城鎮 來到之後就進去PC 進去PC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左上有個人,我們按進去看看 它就會說占卜一下對方性格 占卜完之後那一天的性格也會是那個性格 每次都要一萬元 對,一萬元 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 它會問你在你面前有五種顏色的花,你要淋哪一種顏色的花呢? 其實這裡可能會有些人不太明白 究竟是甚麼 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其實非常簡單 對應紅色的攻擊,黃色是防禦,藍色是特攻,綠色是特防 那就是五種能力值,五種性格,有加成也有減低 那第一要淋水的話就是加成 那譬如我想要一隻加攻減特攻的 那就是紅色 之後就藍色,就會變成加攻減特攻 那其實怎樣才可以做到記住這個表呢? 所以說你這麼快就被看到,好像也不需要十秒內 其實這裡也很簡單,那我們先出去 對,先出去 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不記得的話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按回去自己同行的精靈裡面,隨便按一隻是無所謂的 最主要都是看看能力值 這裡右手面有一個六角形,六角形就是對應著那個表 那你怎樣看呢?一開始就先看右手面 即是看攻擊、防禦、特攻、特防速度這樣看下去 即是1、2、3、4、5這樣看下去 然後由右手面至左手面,再到下面 這個就是它的對應顏色 你只要將你想要的,例如攻擊或特攻 你想要特攻,那就按回第三個 即是藍色,按回藍色的特攻 接著減攻擊,就是紅色第一個 這個也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是一開始 即是一開始已經有接觸Pokemon這個系列 其實都不會太難記 基本上你能夠明白到當中的效決 其實已經很快就記得到這個 所性格的選項 非常簡單 比起寄文字這個更簡單 就是鎖性格 這次先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鎖到自己喜歡的精靈性格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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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